《世诗记》 《世诗记》没有记载作者是谁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 认为作者是萨姆尔 世诗时代有多少年呢 目前没有定论 因为书卷记载各个世诗的年份 时间 不一定是按顺序 而且可能有重叠 有学者认为 《世诗记》十一章二十六节提到 以色列人住在西石本 已经有三百年了 这间接证实了 世诗时代超过三百年 另外有学者认为 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间 是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左右 征战了多年之后 分了地业 开始世诗时代 一直到扫罗被高丽为王结束 大约是公元前一千零四十三年 这中间隔了三百五十年 根据这些资料 我们倾向认为 世诗时代 大约有三百到三百五十年左右 我们来看《世诗记》的大纲 第一章到第三章六节是引言 讲述约书亚死后 以色列人忘记了和神力的誓约 跟世俗妥协同化 第三章七节到十六章 讲述神兴起事实 拯救以色列人 但以色列人还是不断地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每下愈眶 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是结论 讲述两个立位人的故事 揭露社会彻底败坏 人民任意而行 第八章记载 基殿后来娶了很多妻妾 生了七十个儿子 他在世间的妾所生的儿子 基殿把他起名叫亚比米勒 意思是我父做王 显露了基殿心里的权力欲望 在世间遗址里 距离当年约书亚立约的 大石头不远的地方 有一根石柱 跟亚比米勒有关 因为传统认为 基殿死后 亚比米勒就在世间 橡树旁的这个柱子旁边 受世间和米罗人拥戴 自立为王 亚比米勒不但用武力 强迫以色列人 接受他的统治 还把七十个兄弟 杀死在一块磐石上 来维护自己的权力 只有一个最小的弟弟 约坦逃脱 约坦这个名字的意思 是耶和华是完全 诚实 预告神将以公义 审判亚比米勒 圣经记载 约坦站在基利新山的山顶 说了一个预言 种树分别像橄榄树 无花果树 葡萄树 请求他们作王 但橄榄树 无花果树 葡萄树都拒绝了 因为他们都不被全力吸引 而种是上帝 所赐给他们有用的位分 最后 荆棘要种树 高他为王 归在他的树荫底下 预言内容生动 充满讽刺的味道 因为人人都知道 荆棘哪里来的树荫呢 并且荆棘说 种树如果不听话 荆棘将由火出来 烧灭栗巴嫩的香柏树 暗示亚比米勒 跟拥戴他作王的 事件人和米罗人 最后会彼此失信 自相残杀 审判在短短三年 就临到亚比米勒 在他攻打靠近事件的 提贝司城的时候 一个女人从城楼上 抛下魔石 打破他的头颅 亚比米勒 未免承受被妇人打死的羞辱 就求一个少年人 把他刺死了 上帝的公义 报应了基甸作恶的儿子 基甸的故事 到这里就不太光荣地结束了 圣经忠实地记录了 基甸的成功和失败 让我们知道 人都是软弱的 基甸如果愿意信靠神 就能成就大事 但是如果他还是按照 自己的欲望做事 就失败了 我们的经历 不也是这样吗 播种国际事工 邀请您与我们 携手前行 是撒种的油种 是要吃的有良 了解更多详情 请假播种国际事工 明镜長 明镜长 明镜长